很放心,我出了來,我跟著,我就弄少許,然後我就把錢給歐盟預算,然後你歐盟解決它 再加上經濟問題又沒有問題,令到歐洲現在的獨立運動,我們又回到出來 你問我,最終都是經濟問題,不過蘇格蘭就有點不同,因為蘇格蘭其實經濟是武衍格蘭很好 但是他們那個,自從1907年,就是ActorUnion開始,聯結合了 你真是背倒的,我也要整個大樓 就是ActorUnion之後,蘇格蘭跟英雅合併之後,三百年來,這兩個所以Nation都不能結合 我覺得是有些很深層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是一個很不同的,因為我覺得在威尼斯或者西班牙的Case 其實是經濟的問題,即是多於的,我個人都認為 但是蘇格蘭其實是,因為真的遠遠留場的一個不同的民族 其實真的去到兩個民族的問題,所以他們面對的Case又不同了 再加上你Scotland Act 1998年那個法案,被它恢復了蘇格蘭議會 那種自治的精神,其實自治很大的危險性就是你自治完之後 跟著什麼呢?很多時候都會邁向一個爭取獨立的運動 所以我想就算國內都會去考慮這件事 即是說,你在香港自治運動,那你是不是想怎樣呢? 即是這樣,所以新加坡也是一個例子 我想地球上有很多城市,城市可以獨立的 那你說新加坡是不是一個民族? 對不對? 我絕對不是一個民族 我最近去過新加坡,我覺得新加坡是一個 完全沒有自己風格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也是挺有趣的問題 不過說起來蘇格蘭在2014年 暫時在2014年,可能會改變 這個SNP,Startish National Party 現在把持的蘇格蘭議會 就會推行蘇格蘭的全民投票 希望問蘇格蘭究竟會不會分裂 即是共投 是共投的 但是以現在的民情來說 並不是太多人 超過一半人想獨立的 所以暫時都未知勝負以後 有很多原因的 即是講不講到錢 即是有時一個民族都要生存 生存就要依賴經濟 所以都是很難的 不過這個問題是挺有趣的 我們接下來的節目都可以繼續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即是獨立的運動的支持 又跟香港最近的民情也有關係 可以休息一會兒 熱烈新作品 一年一度 愛情超爆話題作 張志琳、劉心悠 真人真志、啟發而成 天生愛情狂 十七二十五日 很快樂 靚波王 促身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 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它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馳名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士 嘗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喂呀 你為何不看我 嘩 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都沒用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上終極暗瘡快打 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在這個世界發生的靈異事件 多不勝數 但我們身處不同地方 又怎麼可以第一時間 掌握到世界各地的靈異之信呢 有見及此 香港人網潘兆聰恐怖在線 現正發動 全球華人恐怖在線大步集 只要你的鬼神之說 有敏感觸覺 又願意第一時間 提供你所身處的地方 所發生任何的鬼異個案 我們歡迎你成為 全球華人恐怖在線地區代表 有興趣的朋友 請將你的姓名 身處地方 電郵到 Edmonton 0202 at yahoo.com.hk 恐怖在線 甚至全球在線 我們需要你的報料支持 自從第一次跟你相遇之後 我對你一直都念念不忘 忙不了小籠包 魚子醬分蛋 菜心獅子頭 花雕醉雞 送薯魚羹 黃金蝦球 盛和胡椒餅 我決定要馬上去觀塘成葉街 東廣場二樓 吃光你們的辣頭 忙不了拉麵小籠包 訂位電話 2668-9133 好近地鐵站 分析改變命運 穿梭環球時事空間 劉翁阿東 鹽達明 除以門 除以門 好,回來第二節的除以門 我們第一節就想 走到世界各國 講一下美國大選獨立的問題 回來我們有少少文化環節 對,沒錯 免得一會兒 你知道我一開始講本地話 就會停不到 比較激動 所以我們這道門 為什麼叫做除以門 都想大家透過這道除以門 大家可以多看一些不同視野的東西 好,大家鬆一鬆 用幾分鐘時間講一講 推介這個星期有什麼文化的藝術活動 海港城自從移走一百個叮噹之後 就來了幾個雕塑 就是這個岳敏君的笑可笑非常笑的展覽 他有五件雕塑,每件三米高 岳敏君是何許人也 基本上是近年中國一個比較上出名的藝術家 他連同三個人 兩個人 一個就是方力君 一個劉偉 一個俄敏君 合稱是一個換世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家 譬如俄敏君 他最出名的當然就是一個蒙著眼 見不到眼珠的人 然後笑到嘴很大 當然作為一個牙醫來講 看他拍牙的數目就不對 不過這個就不是重點 其實他現在展覽出來的那個 一般都稱為一個傻少人 其實這個所謂換世的現實主義 就約了講一點點 其實就是自從在九十年代 改革開放以後之後 再加上八九六四之後 中國大陸的所謂理想主義 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 就破滅了之後 所有中國人很多時候 都墮入了一種很無奈的感覺 而這一代的藝術家 自從將模仿西方藝術的風格 一次過踢走之後 這一幫人就盡量嘗試用一種新的表達手法 去到表達當代中國人的情緒 而這三位人兄 其中一個惡敏君 他其實就用了一種所謂 一種傻笑 每一張畫都有一個傻笑人在 傻笑去表達那種無奈的情緒 而這種心理分析是怎樣呢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自我中心的 而當他在情緒低落的時候 雖然這種自我會被抑壓下來 但其實在心裏的自我不斷 仍然在滾動和膨脹 當中國人在這種被抑壓的情緒之下 他們根本無從發洩 他們慢慢由被人嘲笑 至到自己嘲笑自己 至到嘲笑別人 都通通用一種態度 就什麼都笑著去 大過了一件事 雖然我們現在看惡敏君的畫 或者雕塑都好 你看到漫畫風格 比較容易接受一些 而且容易入眼一些 但其實背後也反映到中國人 現在在這個世道之下 那種無奈的情緒 而這個展覽除了有幾個雕塑之外 也有十二幅私印的畫 大家可以去欣賞一下 而香港來說 林海峰也有超過一次 但是我看到惡敏君的畫面 其實我感覺到很悲 我自己是一種很大的悲哀 因為始終在一個不自由的角度裡 以及在一種金錢掛稅 金錢是唯一價值去泯滅人性的社會環境下 我看他的作品 我會想起一些 黎民百姓你可以怎樣 普通的老百姓你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理論上 他連自己創作的自由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 他沒有說 當然他不能說 因為他現在是大有錢人 他現在賺很多錢 他的作品和畫是很值錢 難道他自己賭自己 但問題是他其實是一種自嘲 我覺得跟他自己本身 或者整個過程 是很大的連繫 所以我自己看他的作品 我自己都覺得 其實雖然是很有趣的 如果從搞笑的角度 他會說這件事 就是那種的 那種 其實傻笑人也是他自己的自畫像 也只是畫他自己 所以你看到那幾個雕塑 我不是很熟雕塑的評價 不過你會看到這幾個金屬的雕塑 你會看到很多汗摺痕 在一個這麼快樂的面孔下面 其實 我想他故意不打磨那些汗摺痕 令到那個雕塑 在快樂背後有一種支離破碎 即是左砌右砌的摺痕 所以他不是快樂 我的解讀會是 其實是不快樂的 你看到他的樣子 或者整個作品 你遠看就覺得快樂 但其實你剛才說 最大的重點就是 其實那些裂痕 那個快樂是堆砌出來的 快樂是製造出來的 而不是打從心底裡 這個民族是快樂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 現在中國的藝術家 很多時候會做這些事情 古靈精怪 就算是張藝術家 說一些比較普遍的 你滿城盡大王金甲的電影 其實他都是常常暗藏一些東西 所以他們很棒的藝術家 目標都是賺錢的 賺完錢 其實他留了很多東西 在裏面表達一些東西 例如滿城盡大王金甲 因為後來他有一碗毒藥 即是拱利那碗毒藥 一潑上去之後 鏡頭一搭下去 就是一個圓形的桌子 桌子的設計是方和圓的 也在戲裏面 周刑發的王金甲說過 無規矩不能成方圓 所以他撲一些毒 在無規矩不能成方圓的地方 是用來做整套電影的結尾 所以中國的藝術家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在 這麼難生存的格篷裏面 因為在中國大陸來說 說錯話真的會死人 所以其實現在大陸來說 經常有一個Terms 叫做擦邊球 所以韓韓的作品 也可以拉遠一點說 韓韓作品這麼出名 就是因為經常可以擦邊球 令到你要猜猜它真正的意思 那些人才會有興趣轉心一點 去想一下這個人究竟在隱喻什麼 所以其實中國的當代藝術 或者文學作品來說 都有這種情況 就是一些東西不會說得太明白 讓你慢慢慢慢的 但是久而久之 這些都變成了一種賣錢的心態 就像是揚子彈飛 那些人就在那裏 其實他們想說什麼 其實在這個過程裏 其實他們都是賺錢的 我覺得 他不是真心想批評 到後期 你知道中國有多扭曲 沒錯 所以其實張惠謀近年的電影 都是比較上 都會被人拿回 他早期的電影出來慢慢比較 我們中國的莫言 也剛剛拿了一個諾貝爾的文學獎 我最不開心是去擊敗村上春樹 你不知道的 沒有說擊敗誰的 我知道的 Anyway 我們日後再討論一下大家的作品 我自己對莫言的作品完全不熟悉 所以沒有資格 也沒有能力去評論 但是這個特別之處 這個真的是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是獲得諾貝爾任何一個獎 其他那些全部都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OK 包括高仁健 包括所有華人的科學家 全部都是美國人或者是英國人 唯一就是 這次的莫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應該都會有很多評論 我們也是拭目以待 我們將來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回到本地時間 今天本地時間也非常少 我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我只會說快一點 先走 第一件事就是想說梁振英的百日維新 我們跟他買單價計算 或者有時間下半個月 想跟大家分享 剛剛一百日 亦都想分享一下另一件很恐怖的事 其實是在中港融合那裏 在廣州的藍沙新的發展區裏面 其實是一件多可怕的事 但亦都是主流真聞 很有報導的 所以我們都是先講講梁振英 先看看影片 梁振英回應他民望低落的時候 行政長官梁振英回應他民望低落的時候說 新政府捉緊的是一盤上屆留下的棋局 很多問題積存不是短期可以解決 他亦都不認為社會對新政府有信任問題 林耀恩報道 再過幾天 梁振英政府就想入門一百日 兩間大學的民調同樣顯示他的民望 跌到四十幾分不合格 梁振英和傳媒聚會時回應說 新政府埋位時 捉的不是一盤新的棋 而是一盤捉開的棋 好多問題積存多時 好似房屋、貧窮和競爭力不足等 有二十萬宗等上公屋的個案 市民都會不滿 但冰封三尺 不是三朝五日可以解決 他反問為何不把新政府這幾個月的民望 和四至六月時比較一下 他並非想批評上屆政府 但新政府只能在現實基礎上做事 他會迎攔而上 用兩三年殺停香港社會和經濟走下坡的情況 但這幾個月 很多反對聲音都是衝著他而來 問題根源是否社會不信任他 梁振英說如果真的有信任問題 政府推出的壓抑留價措施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收效 樓價應該會不斷升才是 他又說上任以來 獎者兩元搭車 交通津貼雙軌制 和家裝電梯等都是實質成績 梁振英會在10月17日上立法會發言 他說不會宣佈實質政策 會講一些高層次的社會 經濟和政府施政大方 即是你見到梁振英說實質的事情 又忍不住再說一句粗口 其實我會覺得最恐怖的就是 有人問他 其實我那些記者會玩他 問他什麽百日為生 即是你想想百日為生是什麽意思 八日為生是會刮老陳的 即是你只有百日 最有清末的 這個康有為梁啟超才有八日為生 最後是失敗告終 還要抓人封艇 還要流亡的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應該叫八日為生 其實我覺得應該叫做八日制 香港的八日制 即是完全是 你見到他搞什麽的 他剛才說 你見到他說 彷彿好像所有事不關他的事 你有沒有覺得 當然是 他用了這個足企論 就是覺得他只可以別人留一個殘局給他抓 所以他其實已經抓成這樣 已經算是不錯了 而且你一定要跟四五六月的時候民調比較 那時候是曾蔭權的民調最低的地方 包括他牽涉到那個貪污的醜聞 收索你的醜聞 所以覺得 不是啦 回到他之前沒問題 那他幾得 其實他一世人就是這樣 這個人 人的問題 他人就是這樣 他從來沒有正視過自己的能力 從來沒有正視過自己的問題 在哪裏 他永遠就說 不關我的事 是別人的問題 不關我的事 你可以用一些技術 去用一些技巧 你把我的民望給那個民望 永遠是用一些術的東西 去掩飾自己的無能 掩飾自己的問題 掩飾自己的錯誤 你想想想 我覺得他其實做了一百日 或者就算不要說一百日 其實他在政綱 他跟八日維新差不多 其實八日維新也是一樣 他跟八日維新相差很遠 不是 他跟八日維新相差很遠 不是 HCF 最大的公因素 就是得了一個框 沒有想到實行的時候 你怎樣會實行 行不行 會不會行 根本就沒有政策 只有一個口號 其實是假大空 所以你看到他做了一百日 搞什麼 搞什麼 如果大那些東西 小的東西當然可以搞定 電梯那些東西 那些什麼兩元 兩元不是你想的 兩元是他做的 兩元是一早已經 他做的 你做 這是很離譜的 你不是離了大佬 這是很離譜的 所以他在執行之前的政策 又說是他人來的 因為是這個人的問題 兩元我覺得很離譜的 首先兩元不是你的政策 還有這些是區議會做的 我都做了 其實整個街道都做到 兩元 其實真的 我看新聞都覺得爆笑 我要一個特首要用他 起電梯做什麼 我現在不是要你起電梯 我要飯吃 我要發展 我要做 例如他搞什麼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是上一步企 你要聽他說 又是不關他的事 所有事情都不關他的事 五師十四局都不關他的事 這一定是關他的事 是關人民力量 因為關人民力量 我覺得是葉劉淑儀 不會投票 是關人家的事 永遠 墨齊光 你自己找的 你自己又不做好政治審查 你自己又不做好他以前 起別人的三代底 其實不是的 我們以前政府很普遍的 墨齊光那些做法 又不關你的事 例如港人港地 推貨美居外 搞到天商唯一流價 這兩個是他的政策 這是他選舉的時候 港人港地 其實只有一個 現在暫時都不是很有實質的事情 他其實是為了 或是國民教育那些的降溫 而不斷急就將推些東西出來 但完全不知道是怎樣執行 不知道是什麼 例如東北政策 也不是他的 當然 也是老人生活津貼那裡 這個會是一個較長的戰役 但這真的是他的盤棋 因為他答應了選舉的時候 是2200元 沒有說過有資產審查 和入息審查 現在就會有 這場戰役可以前往 沒錯 這件事也是要屢應外合 我覺得要靠立法會 一夜過打 當然 你想想他的政綱也沒有說是扶貧 他現在變成扶貧政客 你想想他的人是怎樣做事 加上 根本是他的問題 他空投資票太多 有些人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那些正人 通常他都比做多 當然 很多 很多 我答應你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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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邊會搞定 過兩天 你給兩天給我 你給兩天給我 我幫你搞定他 裝修樓最多 我不是有意說裝修樓 但我覺得裝修樓的人比較多 最多 我幫你搞定這些事 其實廣告界都幾多 我也是 我也是 是不是都已經承負你 其實我覺得有些事是性格決定命運 而最慘是他的命運 決定了我們的命運 你明白嗎 所以 大家一百天看下去 其實之前都是 給你做 給你做 給你做三個月 但一樣跟他的性格 是如出一切的 例如那些沒有靈承信 靈承擔 還要是出耳反耳 以前的人經常說 他不選特首 你就是出耳反耳 你現在不是出耳反耳嗎 人是這樣的 所以他做的事 說就天下無敵 做就無能為力 所有的事只會賴 我有時候覺得很慘 這件事明明真的我們 尤其是這個台 是說了半年 在選特首的時候 要警告這個人 是真的說了天下無敵 做就無能為力 都是不相信 有一部份當然是幫我們 有一部份都是不相信的 到現在會生生的 過了一百天 出現了一個這樣的特首 那怎麼辦呢 但有時候 我又覺得 還有一件事 其實很糟糕 就是那種漠視法紀 因為為何會 漠視法規 強行推些事情 因為他的人 是自我中心 即是性格決定明白 我又再說 那件事 他是自我中心到不得了 基本上現在所有事情 都是他和他的女兒 林鄭 其實這個 真是很質疑 我覺得這也牽涉到 他對於事物的認識 是非常不全面 他們經常認為 有一班人 就是打工 他覺得 做事是很容易的 只要我有強權 我的權力在手 甚麼都可以推到 所以這就正 他說他沒有做過特首 他不知道原來 原來我做到的時候 你才知道困難在哪裏 好了 糟了 你這個人又沒有承擔 又沒有誠信 又自我中心 人格破產 又潛建又不認 這麼謊話的人 好了 你去做那個位置的時候 你要面對公眾 你就自然出事 你明白嗎 甚麼都推不到 我覺得他不要寄望 之後可以搞得到 不要以為 找幾個建制派 進入了立法會的委員 他就不會被立法會狂騙 我告訴你 立法會十七號開會後 才是棄辱所在 當然 還有 我覺得小道消息挺好笑 剛剛跟一些 權勢人吃飯 很好笑 他說 有一班堪餘學家 是一個組織 其實他推算到他 最多捱到一月 最多捱到一月 這麼緊的 好鬼死 那會整個季 就是由堪餘學家推算 他後果堪餘 真的 他那種 我不知道 說真的 如果跟著他這樣做的方法 政令又不出門 那些官員做事 越做就越壞 你看到高永文 今天出來講DR那件事 你看到以前高永文 怎麼會這樣 你看到現在出來講 好像念經 中間分界 念經死狗 那樣 那個水平 低到氣都不會做的 你看到張建宗 陳茂波 吳克劍 幾個 全部很搞笑 有一句共通的對白 就是說 我們絕對沒有讓步的空間 我們絕對沒有讓步的空間 還有我們絕對沒有讓步的空間 我心想 麻煩你想想 你想想有沒有第二招 你不要每次 copy and paste 麻煩 給了這麼多萬個月出來 叫你做戲 吳克劍 如果絕對沒有讓步的空間 其實你出來講什麼 還有很搞笑 他沒有讓步的空間 但是被人空幾空 這樣就縮了 所以我也有些總結 當時 他是 吳三貴 梁振英等於吳三貴 引了清兵入關之後 中國歷史很清楚 你引了清兵入關之後 他還會離開嗎 你引了中聯辦 那些混蛋入關 你引了西環治港 難道你可以叫他 你不要搞我了 算了 你放過我 我現在做回 當然不行 你一定是扯線公債 還要扯到你 最後飛起 將來 我告訴你 西環治港 現在已經是既成事實 將來 就會有 我覺得 接下來發展下去 很大機會 真的會有一個民間公民的活動 即是有一個公民的抗爭 是一個運動 是一個很大的運動 我真的覺得會 例如捍衛基本法大行動 或者是 捍衛一國兩制的大行動 或者是一些全民不合作的運動 去爭取更多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 在這個時勢 只是欠東風 你一催 這段事情 這個東風我怕是北風 其實本來以為是東風 其實是北風 其實是北風 會有操作的 不過我覺得 梁振英 最重要的那一點 你問我 當然他沒有誠信 講謊 亂來 都已經很明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無能 我覺得他是那種 真是很typical 他不知道世事 原來是很艱難的 他永遠是 將所有事情 simplify 我們平時打工那麼久 或是出來工作那麼久 會遇到一些人 他真的以為這些事情很容易 是的 亦都不努力去做好他 是的 例如你不懂 有些事情 好了 仿制策你不懂 你惡保 例如我們做節目 都是做這麼小的節目 例如你國際的事情 不行 我剛才都兩個小時 在那裡混雜 大佬 有些事情你必須要做好 他的確不會 而覺得呢 其實他這麼容易的事情 我當然做到 我絕世奇才 做不到就是你的問題 就是你的問題 就是權利的問題 就是有人搞事的問題 那這些這樣 是真是typical 是一種無能的人的表現 我覺得這個是 所以 而梁振英那種無能 你問我覺得是嚴重的董建華 是 我開頭我也不覺得 因為他說話是厲害的 這個無可否認 但是你發覺 他對其實的理解 是比董建華更差 其實他說話是不厲害的 當然是他比董建華更厲害 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 董建華是始終 人們說他是有錢仔 太少爺 我就覺得 我說一聲 那些人會做 他是認知上 不知道原來有些事情 是要這樣 總之有人會幫他搞定 梁振英是真的 衷心覺得 所有事情是很容易 只要你有權 只要你硬來就行了 其實很簡單 他的性格就是 甚麼都不關 為甚麼會不關 因為他是一個推卸的 因為他是沒有承擔的一種人 沒有承擔 那會怎樣呢 你的東西不對現 就是彈票 開空投資票會彈的 例如他連阿爺都敢騙的 你看看 遷建一些東西 或者國教的東西 阿爺都敢動 阿爺都敢開空投資票 開了空投資票 你怎樣去收科 不斷用說話 用一些氣 或者用一些姿態去做 那些根本就不是解決問題的事情去做 所以你只會這樣 是越做越壞 所以梁振英做了一百天 我覺得是香港的百日制 香港死了一百天 不過 會不會復活 會不會復活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梁振英現在的施政最大阻力 都並不是在所謂的反對派 一定不是完全不是 其實我自己 聽起來都是 主要是在高級公務員的層面比較高 但是呢 譬如說我現在有時候會看不同的 一些所謂 一些前線公務員的群組 或者一些 那些fans page都好 即是他們慢慢慢慢 好像是調整 那些對付 即是 不能叫洗腦 不過灌輸的意識就是 即是你現在所有政府 所有先制的難度 都是因為政黨搞事 都是因為一些 譬如說 ICAC和審計署之類的組織 尤其是如果大家有記得的話 林鄭月娥說 ICAC暗示是其中一個障礙的 之前 在親子王國 都是有人 是放風 發表ICAC是障礙的言論 而我很肯定 這個言論 是由政府發放出來的 這個其實呢 也是暗暗的 我今天也看了一篇文 其實是說類似的事情 為什麼 反國界的運動會成功 為什麼劉乃強寫的 那篇文 我平時很討厭劉乃強 但這篇文 其實他不是寫給我們看的 你討厭劉乃強 當然啦 我覺得劉乃強的文是可以看的 但他不是寫給我們看的 當然啦 那篇文是寫給中聯盟 或者土佐那班人看的 即是他說 根本上現在 已經不是他們面對敵我矛盾 什麼 什麼議員抗爭 什麼非敵職友 全部都是反對派 幕後黑手的勾結外部勢力 根本上他們還是這些思維 但問題是 現在這個社會 已經不是這些思維 他們完全沒有與時並進到 還有一個項目 我想說梁振英的政府 為什麼這個最重大的問題 就是他專業人士治港 這個問題 完全錯得很厲害 為什麼呢 專業人士就是什麼 你只是專業的東西 你做的東西 做得很難專業 但問題是 專業人士的問題就是 他看東西 他沒有那麼存盤 你明白嗎 他不會去存盤 我只是說一句 他對的 你這個方法是對的 但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是一些差的專業人士 他還以為是一些差的專業人士 我想說一件事 梁振英 你搞了自己的公司就好了 你不要攬炒我們 大哥 所以我深切地希望 堪如學家 說一月 他喊不到一月的 的語言 是準的 好 多謝各位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都可以自已的 身体质素改善 暗瘡自然就终极啦 我找Jackie Lee帮手 她两个业科 解决了暗瘡 现在没了暗瘡 我心翻了 由Jackie Lee付暗瘡 2012年 日本票房冠军爆笑喜剧 连续五星期 祭拜日本票房 总票房中够50亿日元 狂烧五百万策 超人气漫画改篇 今天 爽啊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发挥人民公社精神 生活用品格价 为你格到最底 又来了 10月份人民公社的优惠 不过今个月 几乎全部都是饮品 10月1号 至15号的饮品优惠 有4款阳光375毫升的纸包饮品 包括阳光柠檬茶 白提子茶 蜜瓜味豆奶 和蜂蜜末里绿茶 一律都是特价3元一包 除了纸包饮品 人民公社也都照顾到 喜欢喝汽水的朋友 4款500毫升的浸装汽水 包括雪碧 可口可乐 斌达铲汁 和浴泉忌廉 一律由原价的6.5 减到4.5一支 认真够划 如果家里的日饮差不多没了 就快点入货 我先收拾一下吧 人民是老板 理智有得选 由今天起 人民公社为你提供更多健康环保 加年物美的产品 只要网上登记成为会员 立即享有购物优惠 创新会员分红制度 每六个月 还会按购物金额比例 将公社盈利的51% 回饰会员 快点上www.25686811.com登记吧 吃点心 我要有创意 点点心 点心专门店 曾荣获Time Owl Magazine 最佳点心大奖 纽约新闻周刊 2012年全球101家最佳食物 忍手点心推介 脆皮鲜虾腸 真是菠萝包 烧汁酿茄子 芥末咸水葛 泰子烧买王 出名 不一定贵家 点点心 为人民服务 还不快去湾仔天乐里 旺角通菜街 佐敦文英街的点点心 记得吃一碗 蛋白杏仁茶才好走 C episódio时 赶紧 D 香港人网 赶紧 自豪听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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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时间啊 不再大娛樂家 但是會繼續娛樂家 今天只有半拍做而已 出街就出街了 好心急 說明了 今天只有半拍說 因為下一拍就會交給愛明訪問 先樂都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龍心就判了有罪了 上課了 後來看她的案情 其實她之前已經犯過床墮 是